不过说到绘本 小朋友如果能够提笔创作就更加有意思了 第23届全国儿童联想创作化比赛 经过评审的争选复赛名单是正式出炉 11万件的作品只有420位学童晋级复赛 预计20号将在葫芦敦文化中心来举行决赛和颁奖 主办单位表示出赛入选作品从即日起到12月25号 会在中心一楼的大厅来展出 也欢迎亲子一同前往欣赏全国最优秀的创意作品 知名表演团体泡泡家族以神乎奇迹的泡泡记忆 让现场惊呼连连 为第23届全国儿童联想创作化比赛解开序幕 今年的卓老师会有赏得心服水化 丰元南洋国小1到6年级的小朋友和赞助厂商代表 利用水、颜料和画布创作符水化 象征儿童联想化有着无限的想象 我们今年初赛 就是10月份那时候初赛办的 我们收到的件数 总共大概有11万件 我们今年初赛的图席 就是一个展翅 那个意义就是说 小朋友你可以自由发挥 自由气延伸也是符合我们创意化它的主旨 现在都会想到说 今年会不会有比较特别不一样的东西 尤其说去找原来的图案之后 找得非常困难 而且他们真的非常厉害 找到非常困难 所以这个结果真的是令人非常满意 这次的全国儿童联想创作化比赛 共有11万件作品 经过评审征选 只有420位学童晋级赴赛 预计20号将在胡敦化中心举办决赛和颁奖 评审团指出 低年级学童充满纯真原创的想象 中年级组则是构图完整 色彩绚丽 至于高年级组则是绘画表现强 题材也相当丰富 原来的图形在这里 就是这个 然后把它画成这个 资源回收袋的一部分 然后这边这个是秦道夫 这也是 然后这边是 之前那个苏敌乐台风过境之后的弯腰油桶 因为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想 然后可以延伸出不同的东西 不知道要想什么 就是一起看有什么 画进去那个图案里面 因为它的图案 不是很容易想出一个比较有创业的东西 那就是小朋友在抓这个图形的时候 不容易画成它比较熟悉的物件 所以很多会画成翅膀之类 可能就不会入选 那我看了今年入选的小朋友作品 大部分都会还是偏向生活题材 那在绘画技巧上面 也比往年来的精细 祖本来表示 初赛入选作品 25号前会在胡敦哇中心一楼大厅展出 官网同步也会放上初赛和数位组获奖名单和作品 欢迎亲子一同欣赏全国最优秀的创业作品 记者里讲的终彩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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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